嘿,我的臭宝们,你们能想象吗? 我们叫的外卖,吃的预制菜,里面很可能是价格低廉的劣质槽头肉 这些肉含有大量的淋巴结,脂肪瘤和甲状腺 而梅菜扣肉预制菜更是被央视的315晚会曝光,存在严重的安全问题 一些企业用3块钱一斤未经处理的劣质槽头肉代替12元一斤的五花肉 来制作梅菜扣肉的预制菜 当地人称这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而更可怕的是,一些加工车间的卫生状况简直是触目惊心 车间里弥漫着浓重的腥臭味,污水横流,地面和灶台上的污渍不堪 有些冻肉的包装袋还直接覆盖在熟肉制品上 好的消息是市场监管公安等联合执法组已经连夜赶赴现场 对涉及的企业进行查封 法定代表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传唤到位 后续依法依规严处严查 去年9月,教育部已经明确的表态 对预制菜进入校园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毕竟食品安全大于天 这是企业经营的底线,也是政府管理的红线 在巨大的市场利益面前,如果违法违规的成本低,只会让无良商家毫无顾忌 我们需要的是常态化,零容忍的监管 要监管到没有死角,罚到违法者肉疼 大家也一定要擦亮眼睛,选择正规的餐厅和食品企业 让我们一起维护我们的餐桌安全 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,留言区告诉我 我们下期见,拜拜